还是这张图,我们继续 那么这个六合三合说完了 就是我们先继续简单的这个六冲 那所谓六冲呢,就是这样,相对的就叫冲 相对的就叫冲 那么中间这一个终点,这些都是相对的 就不必要画完了 那这个六冲啊,在紫微里面,紫微占星 它叫对照 就是这个冲啊,反而给这个激发了它原本的能量 那原来没有这个,很弱,它一冲 那要么给它冲霉了,要么把它激发出来 看谁的力量大,就会产生一个动态 动向 算是硬是的时候,就会有变化 那么我们前面说了 这是三合 那再加上这个冲呢 这紫微叫三方四正 这种 这个是一个常态 就是说看这个三个行星之外 对面的这个 也很重要 实际上原理一定是一样的 但是八字里面呢,它不强调这个对攻 对攻就是冲它的意思 一般只叫和 一般只叫和 同时呢 这个冲 它的 作用力 是在后面 也就是说 有和,先乐和 然后再乱冲 所谓天有后生之德呀 先生后克 先和后冲 那么和呢 它就是 嗯 有香生和和,化嘛 我们第一节课讲了 它就会化 当然和 有的时候化的很少 就像一个病困 天气很冷 它化的很慢 很少 和的一般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讲吉祥话 喜欢和的多 嗯 这个就是 可谓吉 但是也不尽如此 你看什么事 你比如说阴事 嗯 就不喜欢这个 嗯 阴事你合了呢 你就阴就来了 不好 那么冲呢 就相对凶多吉少 但是也分情况 有的时候一冲 把它力量冲大了 寄神冲没了 这就是好事 看谁的 以恶制恶嘛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在《黄帝内经》里面 对冲的这几个呀 就是它这个地轴的旋转方向 你比如说四汉 啊 绝因封木 那么 子武呢 就少 因 冲火 这是木 然后变火 它因是土 土 这个地方还是火 这个我们有机会再强调了 然后 然后才变成金 然后就是水 然后又绕回来 啊 就这么样绕 这就是地磁 所谓气场 旋转 这个风声水起穴啊 它这个运气流转 就是这样 就顺着穴 就是好人 那么逆着穴 就是生病 生病一定是哪个经络 或者是 尤其在这个时辰的时候 相对的时辰的时候 它身体就最差 那么所有的学说呢 很多都可以用到这个基础土上面 那么 这个火呢 这个多了一个 我们以后五一六七里面具体的书 它这个所谓六七啊 风寒鼠子造火 就多了一个火 两把火 那五云里面 五行都是一个各一个